舒淇片场可以刁难周星驰 反遭当众示爱 原来周星驰的最爱不是罗慧娟 而是风月片演员舒淇嘛 当年在拍摄电影《西游降魔片》时 身为主演的舒淇 不仅一脸笑意地看着周星驰拍戏 甚至就连片场暴君的教学都不怕 他凭什么如此张扬 原来在剧组时 正是因为周星驰的严格要求 所以他会一遍又一遍地 将角色的特点表演出来 所以看官们才会觉得 虽然周星驰没能出演电影 可是里面竟然都是他的影子 自然轮到舒淇 饰演的段小姐时也不例外 为了能够诠释出自己心目中的女神 周星驰更是尽心尽力地讲解示范 就连每个动作需要做到 什么程度都说得一清二楚 起初舒淇还能够仔仔细细地听讲 可是在拍过几次周星驰都不满意后 他开始有些调皮了 因为无论怎么看怎么演 周星驰演出的感觉和演员们 总会让人感觉 还差一点什么在其中 这也是到后来为何片场的演员 都十分爱看周星驰示范的原因 每当他饱含热情的 还是世戏时 工作人员总会围成一圈仔细地观摩 欣赏这位喜剧之王的无厘头表演 当然舒淇也不例外 为了能够多多感受周星驰 拍戏时的氛围和感觉 舒淇甚至会故意刁难星驰 表示自己并不是很明白这里的想法 希望周星驰能够多示范几次 次数多了之后 星驰也感觉到了不对劲 这哪里是教学明明是想看自己演戏啊 不仅如此身为实力演员的黄渤 拍摄星驰电影时 都必须百分百地专注 不然一个不小心就跟不上 周星驰的节奏和步伐了 对此星驰又有什么办法呢 自己找来的宝贝演员 当然得忍着了 罗演上几遍好像也不行 看官们说是不是呢 演了几十年乐剧的罗家英 只因不满被周星驰忽悠来演戏 竟趁机出题刁难星驰 还好他临场反应速度快 才没让自己成为 整个港圈的笑话 当年罗家英接到导演 李立驰打来的电话时 本想着拒绝他的好意 专心将乐剧发扬光大 可是谁承想周星驰 近三番五次不死心 坚决要将罗家英 喊来出演科学家 甚至不惜夸下海口 表示这次出演的绝对是 一个光鲜亮丽的角色 同时还是个科学家呢 罗家英一听便忍不住动了心 毕竟他脑海中的科学家 无意不是西装革履 皮鞋赠亮 完全一副人上人的打扮 之后又转念一想自己 这么多年塑造出的那些角色 显然科学家 对他的吸引力更加大现 想到这里思虑再三的罗家英 还是耐不住 星爷的邀约点头同意了 要知道当年唱了 四十年乐剧的他 可是对周星驰的 无厘头喜剧电影 十分的嗤之以鼻 认为电影中整个的节奏 显得太过疯癫 和自己的戏路完全不大 郑英如此起初收到邀约时 罗家英才会想都没想便拒绝了 可是谁能想到 这回即便周星驰亲自下场道歉 多晚不回乐剧大师 那颗受伤的小心脏了 罗家英进组后还十分欣喜 不过这一切 当装造完成后 都消失不见了 想象中的西装革履 变成了老头衫大裤衩 而亮到反光的黑皮鞋 也成了人字托 更别提头上为数不多的头发了 完完全全一个邋遢老汉的形象 哪里有一点科学家的模样 此时即便是丰厚的片仇 罗家英也无法接受 于是 他便想了个办法刁难周星驰 这句罗家英临时起一家的词 本想着可以让周星驰出镜阳相 没成想他只是愣了一下 便瞬间接上了 不仅演得滴水不漏 还证明了周星驰 喜剧之王并非徒有虚名 罗家英健壮立马心服口服了 此后再也没有可以刁难过他了 没想到电影上映后 两人的配合还造就了 经典名场面的诞生呢 实在是令人惊喜万分 马云曾故意刁难周星驰 我一天能挣100亿你呢 没成想心也只用一句话 就将场面完美反转 当年马云和周星驰 共同参加一档采访中相遇了 没成想马云突然向周星驰发难 表示自己24小时 就能够赚到190亿 那么喜剧之王周星驰 能赚多少钱呢 此话一出让现场的气氛 瞬间尴尬了下来 毕竟名眼人一瞧马云 就是在故意刁难周星驰 因为不管怎样 都会引来众人的议论 论钱多自然是比不过 不知钱是何物的马云 可是身为喜剧之王 这些年创造出 不少巅峰时刻的周星驰 自然也是家底丰厚 所以说多说少 都会得罪马云 就在众人为他担心之际 周星驰只用了一句话 便解决了这个麻烦 只见他淡淡地表示 我和你之间 只差了一个阿里巴巴 话音刚落 立马引起众人的欢呼 这样一来既没有将 马云的面子 放在地上摩擦 同时也将自己的价值 抬到了高处 并非他人能够 肆意玩笑的地步 不得不说周星驰 这次的高情商发言 将他不擅长 人情事故的短板 弥补了大半 而听到这个答案的马云 也是一脸笑意 原本只是想简单为难一下他 没成想尽被周星驰 四两拨千斤地回对了回去 而之后 再被问到星爷的梦想是什么事 他更是直言道 只是想和马总见上一面 马云听完后 也很懂事地没有再刁难他 事后细细想来 二人之间并无可比心 毕竟马云作为商界奇才 创立了阿里巴巴后 解决了不少人的生计问题 顺带改变了人们的支付方式 而周星驰那座位 一名成功的导演和演员 不仅创造出不少优秀 且经典的作品 还让不少配角 摆脱了岌岌无名的生活 有机会在电影中发光发亮 如果硬要将二者作品的话 可能就是马云身上 那独特的搞笑魅力 被星爷无意间发掘了出来 只不过最后惨遭拒绝 错失了那次拍戏的机会吧 看官们知道 小编说的是哪部电影吗 可以在评论区踊跃发言呀